蕭勇黨議員,請歡迎來 我們高雄市 預算或執行政策主要的施政理念 隔了很多年,我現在看到很多國民黨的縣市長 其實嘴巴裡面講出來的理論 還是建立一個生活生產生態均衡的城市 讓人民有幸福 雖然講的不是口號稍微有點改變 但是內容跟架構呢 其實跟謝長廷前市長所留下來的理論架構 在民進黨的政府或國民黨的縣市長 其實都還是以這套架構為主 那我提出四身共榮,永續高雄 是多一個什麼呢?多一個生命 生命是什麼呢?生命就是人口 就是出生率 我的理論可以去解釋 譬如說美麗島戰 為什麼得到國際的獎項一再得獎 而且大家也說很美麗 投入了那麼多經費 大家都說好 結果 旁邊的店家你去看 比以前繁榮還是蕭條 是關門的 那原因出在哪裡? 原因出在 頂漢公司91年給高雄市政府的報告 人口灌水 我們現在兩百七十幾萬 他估四百多萬 多了一百五十萬 人口灌水 運量灌水 所以呢 你在DNA裡面 除了生活 生產生態 要加入生命 加入生命 才可以有效的去解釋 這個城市所要碰到的問題 那把幸福當作主要的架構 任何人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子女是幸福的 但是幸福是什麼? 幸福是要付出代價的 所以我們會教我們的孩子 要乖乖去逛逛 要進應該進的義務 要做好人 幸福要付出代價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城市呢 不只幸福 而且呢 理念可以 一代傳過一代 一任市長傳過另外一任市長 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都可以這樣傳續 那要怎樣呢 那要你這個預算是可以永續的 所以我今天呢 談更有效領導呢 是對市政府的預算組織 跟市政目標 提出我的建言 這個題目定得很大 並不是說我曾經擔任過 什麼重要政治上的領導人 或擔任過什麼重要的職務 或者我的學問很好 這些統統我沒有 我做一個個人簡單的自我介紹 來下一頁 這是我的簡歷啦 我是在 1986年台北工專畢業 然後1989年去參加三頁學運 加入民進黨 1990年從台灣科技大學電子所畢業 我是專科畢業那時候直接去考研究所 然後1992年呢 是在台北新電景文工專當電子科主任 送走第一屆的畢業生 然後 我的主要的政治職務 坦白說 沒什麼主要政治職務 我那時候離開學校準備去從政 然後我的心態呢 因為我從小求學到就業都蠻順利的 我的心態可能在南部或在北部發展都差不多 所以那時候因緣際會就選擇到南部 來下一頁 這是我從政的簡歷 從1994年第一次 開始參選台南市議員 後來我曾經在這裡奉三選過議員 是在1998年 然後2001年2004年 總共落選了四次 第一次當選議員呢 是第七屆的議員是2006年 然後加上現在這一次 所以我人生呢 有四次落選的機會 兩次當選的紀錄 四次落選的紀錄 我從第一次選議員呢 到當選議員隔了幾年呢 隔了12年 隔了12年 然後四次落選 兩次當選 這個紀錄是怎樣的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是林雅欣欣前進選出來的議員 我們這一區呢 有六席 除了我以外 還有議長許坤元 周靈文 郭建盟 莊啟望 吳宜正 他們五個呢 我查了一下 五個都是第一次選議員就當選了 然後五個裡面呢 只有兩個人曾經落選一次 郭建盟落選一次 莊啟望落選一次 另外三個呢 許坤元、周靈文、吳宜正 這輩子呢 沒有落選經驗 他們的落選呢 都是聽人家講的 自己實際沒有經驗 我幾次呢 我一個人呢 就四次 然後這十幾年的過程 其實 我學習了很多東西 都是在 所以 我現在講的 大部分的預算 相關的知識 我老實告訴各位 都是我進議員以後才學的 我以前學校學的東西 是電子 跟這個關聯性大概百分之五而已 所以我等一下會講交通 講預算 講文化 這些東西都是 進議會學的 所以我念的大學呢 應該是叫做議會大學 然後議會提供給我的經驗 所以等一下如果有講錯的地方 也請各位舉出首長指證 來下一頁 這是我的偶像 我把它列出來 從右邊開始 李喬儒、許崑元、蘭新墓 因為他們三個人要達到的目標 是我人生要達到的目標 我要做五屆議員 我跟我老婆講 我人生的目標做五屆 因為這三個人都已經達到了 我們到出去旅行的時候 我特別找他們三個人照相 他們三個人是議會裡面 五連霸的議員 來下一頁 我來提預算 預算的編列 是市政府的責任 審查是議會的責任 然後我主張 用數學公式 為人民看緊荷包 來下一頁 這是市運主場館 我們高雄引以為榮 因為市運主場館 蓋得很美麗 旁邊的公園也很美麗 它的太陽光電 是全世界規模最大 我們曾經引以為榮 來下一頁 曾經在秘書長 吳宏某在當公務局長的時候 我曾經為了太陽光電 在三年前跟你起過很大的爭執 你還記得嗎 記得嗎 那我那時候的主張 直覺就認為 太陽光電 你花了這麼多錢蓋 怎麼還是付錢給台電 而不是向台電收錢呢 他給我的很多講法 其實跟後來的體育處長幾乎都是一樣 但是我就不信這一套 後來呢 還好 以前是體委會館 現在呢 改成高雄市政府館 那在議會的支持之下 把這筆預算擱置 擱置以後呢 把台達電 把台電 把體育處的人 通通都叫來 那開個會 這怎麼合理呢 應該是你付錢給我們 怎麼是我們付錢 還有一年編七百多萬的預算給你們呢 結果 他拿了一些數據出來說 我們的發電 只有134萬度 但是呢 我們用電量呢 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所以要付錢給他 然後 我去查了一下 因為 我雖然學電子的 那些公司我已經忘記了 把以前的教科書 重新拿出來 重新算一次 到底對不對 我們的試飲組場館呢 發電量呢 是一千K瓦 一千K瓦是什麼意思呢 一K瓦的意思呢 就是每小時一千度電 所以呢 一千度電 相對高雄的日照 我們說高雄的太陽很大 那 你的日照呢 大概是三點六小時 這是 業者 還有學術界 共用的數字 三點六小時 所以呢 我們的試飲組場館 平均一天發電呢 三千六百度 一年呢 一百三十一萬度 跟 九十九年 跟一百年 實際呢 公佈出來的數字呢 是很接近的 所以發電量沒問題 那問題出在哪裡了 問題出在用電量 發電量一天三百 三千六百度 來 下一頁 我們的中央公園 在中山路跟五福路的中央公園 高雄市最繁榮的公園 他的土地面積十二公頃 一月份的用電量十三萬度 啊 市運組場館十八點九公頃 他的用電量呢 十六點八萬度 平均呢 中央公園一天用電呢 四百六十四度 市運組場館幾度呢 五千六百一十五度 市運組場館在一月份完全沒有辦活動 三月份也完全沒有辦活動 二月份才有辦活動喔 完全沒有辦活動 幾個人在那裡上班呢 只有六個人在那裡上班 跟市長包括 只有六個人在那裡上班 六個人上班 市運組場館不辦活動就是公園啊 公園其實他人去的也 遠遠比中央公園少啊 中央公園都已經燈火通明 才需要四百多度電 怎麼他會需要五千六百度呢 那後來查了一下 大家都搞不清楚 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 把體委會的祭司叫來 問他為什麼 他說很簡單啊 因為你每天只要上班 把中央空調一打開對不對 中央空調一打開 整個市運組場館都會涼啊 結果這些度啊 六個人在那裡上班 需要把中央空調整個都打開嗎 你只要弄個分離式冷氣 一人送他一台去吹 也不用這些錢 啊所以這樣花了幾年 2009年私運辦完了 2010年 2011年 每年齁 都要花上千萬的電費 當年的體委會 一年是交給台電齁 九百多萬 我們接管的時候變七百多萬 啊其實呢 我算起來了 如果你把電費控制呢 六個人不辦活動的時候 你用分離式冷氣 要辦活動的時候 五月天來 五百來 那個是可以跟他收錢的 他們是有賣門票的 電費是可以收錢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編預算呢 來下一頁 你如果用中央公園的標準 最多一天六百度 算下來呢 我們跟台電買電呢 一度三點一三 我們賣給他呢 二點一五 那我跟各位報告 二點一五也是違法的 經濟部 人員局公佈 最低是多少呢 最低要二點三三 交易局長還有 那個養工處長 你們都已經請問給台電 他賣給我們的電是違反的 違反中央的規定 經濟部 施研響部長 已經發出公文 全額補助的太陽光電 最少一度電是二點三三 結果他賣給我們的 是違法的 超低的 這樣算起來 我們每天都在獲利 一年可以多多少預算呢 兩百多萬 兩百一十三萬 所以呢 我第一個主張 來下一頁 上一頁 第一個主張 今年度開始 太陽光電 定費 要編在稅入預算 而不是編在稅出 換句話說呢 適應主場館 花了八億蓋的太陽光電 應該是高雄的資產 而不是每年必須付出的負債 請教育局長你回答一下 現在你沒有責任 沒有錯誤 但是呢 你現在有義務 有這個責任要去處理 是不是要把這個預算 變在稅入預算 而不是在稅出 請局長回答 來 局長請答 好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蕭議員的指教 我想這個部分呢 經過蕭議員 簡單回答就好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經過核算 開園跟節流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算 這個數據大概跟蕭議員的 有些地方是雷同 我們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開園 開園的部分呢 跟蕭議員的立場一樣 爭取經濟部 能源局還有台電呢 把它的售價呢 要提高 從2.25提高到2.33 甚至要跟一般民間一樣到7.32 開園的部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從現在賣62萬 提升到202萬 節流的部分呢 一個是中央空調系統 把它切開 行政跟基電的維護 跟組的部分分開之後 這個部分呢 用核算呢 可以節省到156萬 另外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 有關 就是可以節省到265萬 另外就是 降低企業容量 從2000千瓦來 降低到1300 甚至降到600 也就是說 我們的離風的這個時間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降到1300就可以省掉156萬 第三個部分呢 照明的部分 在不影響民眾的這個服務的品質之外 我們減少它離風的這個照明的這個耗費 那個部分呢 算出來可以節省到25萬 也就是說整個來講 我們如果 跟 這個 做這樣的這個節流的這個控制的話 每一年可以省到大概400多萬 那當然 我們的用電還是需要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每一年還是要編支出的部分呢 就可以減少 大概將近一半的這個費用 我想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也非常謝謝蕭媛的指教 謝謝 謝謝你 再做詳細的報告 就是每一個月 它的用電量 如果譬如說 四月份沒有辦活動 只有六個人在那裡 大概那個月 電表多少錢 把它拿來看就知道了 好 下一頁 接下來第二筆再講 財政的部分 財政收支平衡的硬道理就是什麼 要量度為初 所以呢 我們 在接下來 議會要審預算 市政府要做什麼 要編預算 那編預算呢 我的建議 要先確定稅入規模 再來決定稅出規模 在做這個主張之前 我們跳開高雄市 跳開台灣 我們用全世界的標準來看 大概全世界是怎麼來做財政收支平衡 這個其實是 任何國家 政權輪替 最核心的道理 包括 法國總統剛選完 他們的 核心是什麼 來 下一頁 這一百年來 在西方國家 都有所謂的左派跟右派 我手上拿的是一卷 DVD 左邊這個呢 是叫做凱恩斯 右邊呢 是海耶克 凱恩斯呢 是左派經濟學的理論大師 很多人都說呢 資本主義呢 之所以沒被共產主義打倒了 就是因為凱恩斯的理論 主要用他理論的人呢 是 美國二次世界大政那時候的總統 羅斯福 羅斯福推出了新政 用的就是凱恩斯的理論 後來 人類社會曾經有三十年的時間 主要的理論都是凱恩斯的理論 右邊這個呢 叫海耶克 海耶克跟凱恩斯幾乎是同期的 但是凱恩斯很出名 海耶克呢 很不出名 他一直 開始呢 成名是 因為呢 才契爾呢 當選英國的首相 用的呢 就是海耶克的理論 然後呢 海耶克在1974年呢 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講左派跟右派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們都是政黨人物 政黨人物呢 幾乎都是受這兩個主要經濟學大師的影響來下業 美國主要政黨大家都知道是民主黨跟共和黨 英國是共黨跟保守黨 前兩天剛選舉完的 新當選的那個法國總統 他是什麼黨呢 他是社會黨 社會黨是什麼派 就是左派 所以歐洲國家跟美國其實你用很簡單的作標 用左派跟右派 用他信仰的經濟學理論 你們就知道這一派的主張 到底是什麼 他們的爭議到底是什麼 主要爭議是這樣 左派主張徵稅大政府 提供較多的福利支出 擴大公共支出 英國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個英雄邱吉爾為什麼會選舉落選 因為他雖然是選舉的英雄 剛選完大家想休息啊 結果他想什麼 他想減稅啊 他想縮小那個政府規模 啊所以呢 帶領英國打贏二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邱吉爾 結果在當年的選舉就落選了 所以他說酒店關門我就走 他是什麼派呢 他就是英國的保守黨 那保守黨呢 他的主張是減稅小政府 提供較小的社會福利 不贊成的擴大公共支出 這是左派跟右派主要不同 然後 我今天介紹這個主要的原因是在哪裡 台灣主要的政黨就是民進黨跟國民黨 我們經常沒有在討論左派或右派 左派跟右派呢都是要財政平衡的 你的所有的支出跟你的收入是要相對等的 那台灣應該是左派還是右派呢 民進黨跟國民黨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呢 來下一頁 你看台灣的 租稅負擔率就知道啦 租稅負擔率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繳的稅 稅負收入 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呢 大概是全世界最低的 台灣人不喜歡繳稅 會覺得呢 我吃樓呢 我吃樓 靠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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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你兒子 我靠你政府 台灣人很少有靠政府的觀念 會覺得我高錢 高到有政府 你都把我拿去學不會開 我自己不會欠你 所以呢 只要一講到加稅 大概大多數的人都會反對 所以民進黨跟國民黨 你注意看 只要加稅 這兩個政黨 其實意見是一樣的 都不用討論意見就是一樣 你稅收是要最少的 那你支出咧 你是右派的收入 是不是就要右派的支出 右派的收入 可以是左派的支出嗎 這就一定破散了 所以 我為什麼說空中大學 那個學會要逐年調高 比照國立大學 老人念空中大學免費 要有排富 為什麼 因為你這間就是左派的主張 你左派很多也沒有這樣做 美國的租稅負擔率是24 英國35 我們多少是11.9而已 稅收那麼少 你要支出支出那麼多 財政收支不平衡 這是 用全世界的標準來看 但是 不管標準是什麼 你上來議會的預算書 下的都要是真的 下的數據都要是真的 因為 真的才有辦法審 你如果下金會怎麼審 來 下一頁 我曾經擱置了一條預算 就是 這619億 就是101年度 稅客收入預算 619億這怎麼分析呢 619億呢 有一條錢呢 有一條錢呢 是中央的錢 叫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224億 其他呢 619-224呢 395億是什麼錢呢 395億呢 就是什麼印花稅 使用保護稅 地價稅 土地政策稅 總共這些加起來呢 就叫做市政府自有財源 總共自有財源 101年編多少呢 編395億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224這個是定時的 不會增加 自有財源呢 成長呢 15% 13% 5% 6% 通通都是正的 有些三十幾% 最低都還有5% 自有財源 每一項呢 都是正成長 有5%的 有10幾%的 有30幾% 40幾% 有70幾% 沒有一項是負成長 自有財源呢 平常就有在說 只有三項呢 只用牌照稅 這個4月才收 地價稅 11月才收 房屋稅 這5月收 其他平常就在收 1月 2月 3月就在收 好來下一項 這是 95年到101年度的自有財源 看101年 101年的自有財源 1月到3月呢 收23.7億 去年同樣 100年 1月到3月收多少 收25億 所以我們上升還下降 我們不只沒有成長 預期的19.88% 而且還是什麼 還是副成長 你本來去年說25.3 今年說23.7 是副成長 請財政局長李局長回答一下 我剛剛的報告跟提供的數據有沒有錯 這個數據是不是副成長 局長請答案 我覺得應該先提供一個數字 1到3月 就要照我們預算分配 我們的總收入呢 分配是稅入還是稅出 稅入 等一下 好 我先講一下 你的學問比較好 我的學問比較差 我先講一下我的看法 不是這樣 這才能反應去 我先講完再讓你講 我會讓你講 我會讓你講 稅入有分五個部分 我們稅客收入就這個嘛 619 非稅客 中央補助 地方補助 還有舉債 中央補助 地方補助 這就是中央給人的錢 舉債這個也定時了 非稅客 和稅客 我現在跟你討論的是稅客而已 稅客在扣掉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這就是自有裁員 好沒關係 我講完了 換你講 一個齁 你把這個 我現在只在講 自有裁員 我講 我講這個 你要講什麼 稅客 就1到3月 我們原來預算數是差不多 80億多 82億 但是1到3月 我們10收數 當然這個 包括中央統籌分配款 要把中央統籌分配款扣掉啊 你這個兩個混在一起是錯的 中統籌分配款是定時的 他既不會多給你 也不會少給你啊 也不對 你這樣的說法也不對 中央 編預算的時候是 定一個數字 可是他會 根據中央 稅收的 多寡會增播 像去年 那把中央那個扣掉了 因為中央是中 我現在只講的是什麼 市政府的自有裁員 來上一月 你才可以這樣跟我辯論 不是 稅客收入 你指定給他用你的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稅客收入呢 就是619億 619億其實只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中央給的錢 224 另外一個是叫做自有裁員 中央給的錢呢 就是我們跟中央爭取 他可能 就像你講的 可以多給 也可以少給 多給跟少給呢 都是你的努力 我現在講的部分是什麼 市政府自己的稅收啊 我可以獨立出來講 市政府自己的稅收自由 這是合理的嘛 對不對 看觀察當然是合理 但是 但是預算的觀察不是只有看單單一項 必須整體 而且必須長期 對 那 局長 預算的觀察 稅客收入其實只有兩項嘛 一個是 跟中央要的錢 叫做 統籌分配稅款 224 你現在講的意思就是中央 你可能 高出224 是這個意思嗎 你講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那個是今年 就以100年來 101年啦 你現在 你剛剛不是說中央會多給你錢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說 101年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會高過224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那個還是會有變動 加持稅收增加 他會多分配給我們 對 所以 對 差別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都聽得懂 所以我用 我用100年為例 100年為例 100年原來預算是204 你這樣講大家會亂掉 因為 一般人的知識沒有你那麼豐富 不是 那預算就是要這樣觀察才客觀 當然是要這樣觀察才客觀 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中央給你的錢嘛 一個是你地方自己收的嘛 啊現在就是中央給你的錢 可以越多越好 啊我希望你更努力可以越多越好 我現在在問 講的是地方政府的稅收 叫做自有財源嘛 自有財源是下降對還錯 對還錯 這幾項全部加起來 你全部成長都是正的啊 怎麼會有戶得出來呢 你解釋一下 不是不是 小偉你剛才提到 一到三類我們沒有重要稅收的收入 那都是零零星星去比較 那 以今年一到三類為例 好 你注意看齁 你只有三項齁 是有月份的 其他每一項都是每一個月定期都在收的 是不是這樣 這裡啊 那是零零星星的 零零星星全部都是零零星星 只有三個不是零零星星而已嘛 是不是這樣 好請坐 請坐 差不多應該是這樣吧 來下一位 所以 跟市長報告 原來的評估 101年自有財源是395億 去年實際收是收多少錢呢 334 換句話說呢 實收334 我們評估395 多幾億出來 多60億出來 多60億出來 而我們一月到三月 是 互成長 你不只沒有高過 所以 連334億會高過嗎 可能都還不會高過 那 還有四月 還有11月 有特別的稅收了 我也期待 你可以高成長 所以議會有做一個決議 每三個月 把資料送進來就知道 我們希望 用實際的數字 來做市政的探討 不要只要做辯論 那是沒有意義的 不管左派或右派 財政收支平衡 都是硬道理 而送進來的數字 要送真的 議會 才有審查的必要 送進來 六十億 一群多六十億出來 都可以處理 議會 稅初你看一年三多三多少 三十幾億而已 結果稅入 他光一個項目 自由財源 他就可以給你多六十億了 所以 不管是市政府或市議會 我們都是在民主政治扮演不同角色 所以 依法行政 咱是人民的開幕 下一項 接下來我來談理念的部分 我核心的理念 跟 是四聲共融 永續高雄 然後 提出生活 生產生態 生命 這三 四個呢 剛好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期程 人一開始是為了 彼此保護 所以要一起生活在一起 人多了以後呢 就有經濟活動 有生產 人有錢了以後呢 就會注意自己的環境 生態 在更有錢 環境更好以後呢 注意什麼 注意生命的價值 來 下一項 我先對生活提出見言 我們高雄市呢 十一住行娛樂 我小時候在台北長大 陳菊市長有一個口號 最愛生活在高雄 我跟市長報告 如果你的市政目標是定成這樣 那我告訴陳菊市長 你的目標早就達成了 十一住行娛樂 以我的感覺 我回台北沒幾天 我想回高雄 萬一是什麼呢 就是十一住行娛樂呢 高雄呢 遠 優於台北 我賺一樣的錢 我去台北市議員 和高雄市議員 一項錢一樣 結果我這裡 東西比較燥 十一娛樂都比較燥 住呢 我住的那個地方 十年前 三百多萬買的 我媽媽來看 我問他說這間多少錢 他賺兩千萬 台北人來高雄看家 每間就很少 我每天開車 六年前買的車十五萬一台 我現在還在開 我哥哥住台北 買很好的車都開不出門 為什麼呢?常常堵車 高雄上班即使見風時間也不會堵車 所以十一住行娛樂呢 高雄市遠遠優於台北 我們經常要跟台北 比如台北捷運有做幾條 是世界級的 我跟市長報告 台北人對他的交通 非常不滿意 全台灣最不滿意自己交通的 就是台北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就是 因為你出門的車 車開不出門嘛 所以他才會乖乖走去捷運 你如果像我家門口就有一個捷運站 議會門口也有一個捷運站 我私下問一下 議員或市政府官員 我們幾乎都不坐捷運來 為什麼? 因為走路要走五分鐘 高雄人撞不住 你走五分鐘就太久了 所以環保局才講最後一旅路 什麼叫最後一旅路 那又好名才出去了 這又是最後一旅路 台北人到最後一旅路 還有歐洲的人 我告訴各位 美國你去紐約看 有在最後一旅路嗎? 你走路走個五分鐘到十五分鐘 都是什麼? 都是正常的範圍嘛 對不對? 交通局長在點頭嘛 是不是這樣? 你們家如果 躺在捷運站旁邊 走路要走十五分鐘以來 那都叫做捷運生活圈 那高雄人叫做什麼? 高雄人還要最後一旅路 走路走五分鐘 就要最後一旅路 那就是好名才出去了 所以呢 十一住行娛樂 生活 生活我們本來生活 機能就遠憂於台北 來下一頁 所以我們的錢 應該花在什麼地方呢? 從一到十 前六項 走路腳踏車 機車 汽車 公車 公車捷運化 這個使用的媒介呢 叫做道路 七八九十 這個叫做軌道 人類社會從道路進入軌道 其實只有一個理由 你去把交通的教科書拿來看 只有一個理由而已 就是什麼呢? 你這個城市交通阻塞 如果沒有進入軌道 這個城市會癱瘓 所以你要花大錢 去做輕軌 做捷運 什麼原因呢? 就是你如果沒有做 你這個城市就會癱瘓 高雄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高雄市交通 誰規劃的最好 恐怕都不是這幾任的民選市長 是在三十年前的市長 把高雄市 路民也取得好 什麼 一新啊 二勝啊 三多啦 四圍啦 一直到十全 路民取得那麼簡單 道路開得那麼寬 而且呢 出門都不會堵車 交通核心的目的就是什麼 把人跟物在最短的時間內 安全送到他要的目的地 這就是王國才講的 安全舒適便利 那高雄有沒有做到? 高雄早就做到了 下一頁 那我們的人口呢 現在 兩百七十八萬 我們說城市的規劃 都花局的規劃 是以幾年為期 大型建設幾年? 二十五年嘛 對不對? 二十五年後 以二十年後來講 高雄市人口 以主計處公佈出來的資料多少? 兩百六十一萬 增加還減少 人口是減少的 還減少十七萬 現在都不會堵車了 二十年後會堵車嗎? 也不會堵車啊 來下一頁 不會堵車 你自由交通工具幾台? 自由交通工具 機車兩百二十六萬 汽車八十萬輛 高雄市才兩百七十七萬人口 結果自由交通工具三百零七 議長在講機車減量 減量減二十萬輛好不好 減二十萬輛 還有幾萬? 還有兩百萬喔 還加起來 馬上超過高雄市的人口 所以你再怎麼減量 汽車跟機車 自由交通工具 都超過高雄市的人口 我講的人口是從一歲到一百歲的 照理來講十八歲以下 是不能騎汽車跟機車的 所以我們的自由交通工具 本來就夠那麼多 我們可不可以有不一樣的思維 來下一頁 所以 我知道我是議會非主流派 那天在討論輕軌 全議會不分藍綠 只有我一個人在反對輕軌 跟市長說抱歉 我不是條綱的 這真的是我的觀察 那有沒有人接受我的主張去做改變呢? 我最近嚇了一跳 有一個人 居然把我的主張拿去用 叫胡志強 交通局長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他本來 選台中市長的時候 馬英九跟他背書 說要超越高雄 趕過台北 因為高雄有兩條捷運 他要超越我們 所以說要做五條 趕過台北要比台北的路網還多 現在當選以後 他有要超越高雄 他沒有要超越高雄 他連一條都不做 他只做一條那一條還是什麼? 還是輕軌高價化 他以前規劃的路網 都改做什麼? 都改做公車捷運化 換句話說呢 未來的台中 我為什麼舉台中 因為台中的人口經濟規模 跟高雄很相近 那總統跟他聽 他自己選 市長選議的政見 他覺得運量不夠 很簡單 他覺得連發一條捷運 不能做 做下去就運量不夠 所以他改做公車捷運化 其實就是公車用到 但是他不想說跳票 其實就是改變政策 所以我的主張是什麼? 外主張還不是公車捷運化 來下一頁 我核心的主張 是計程車公車化 國用期 自有交通工具那麼多 我們花很多錢去買公車 168公車 一天載客量 4500人 除了經鋒時間 上下班時間以外 其他你平常去給他看 一台車都做幾個? 都做兩個、三個 有時候還是都是空車 你那些車開出門 本身就是什麼? 本身就是不環保 因為那些車那麼大台 你買的都新的 你如果是利用現有的交通工具 把計程車公車化 用現有的計程車去調查 如果是路網 沒幾個人在做的 乾脆就把開通車租起來 你這個改做公車 你這個成績是更便利 直接載到你家門口都沒關係 花的錢更少 這是我的觀察 因為交通局長我時間不夠了 所以也沒有時間給你回答 不好意思 用書面回答就好 來 不過你簡單答一下 我剛剛講的那台中的例子 跟這個 計程車公車化 是不是適當? 你請回答一下 胡志強 是不是他就是把他原來證監改掉了 一分鐘就好了 謝謝校園 我想說那個台中 因為他捷運還沒有開通 我們是已經開通了 所以我們現在重點是 形成一個路網 跟他重新開始 要起步是不大一樣的 所以他可以從氧量 從輕軌 VRT來做 但是捷運 在高雄四十幾公里已經有了 好 謝謝你 因為我時間不夠 用書面回答 謝謝 因為交通這方面是你的專業 來 下一項 那有人說 你重大工程不錯 你高用期 經濟建設就會受影響 經濟建設真的不會受影響 經濟建設跟你做鐵路地下法 跟做輕軌 沒有必然的關係 經濟建設是牽扯到什麼 產業布局 我們交通建設是要跟中央爭取經費 經濟建設一樣 是要跟中央爭取產業布局 以我的觀察 高雄人 生活基人 如果你說最愛生活在高雄 現在其實就已經達到了 高雄人的光榮感也遠遠比台北高 高雄人最需要的是什麼 就是年輕人當我畢業以後 我如果要找一份較好的頭路 我如果專業人力有到那裡 高雄有沒有提供我相對應的機會 如果薪水沒有到那裡 我變成要去外貫市上班 所以高雄在生活生產生態生命裡面 最需要解決的就是生產的問題 以我的觀察 在經濟發展上面 有兩個產業 應該是火車頭產業 這兩個產業也很可能國際化 如果做成功的高雄經濟應該就會起飛 我們講產業 譬如黃地產業 土地開發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車廂產業 你如果沒有新進的人口 沒有高消費力的人 黃地產也不會出錢 也不會有新的人口來進駐 所以要有新的產業進來 其他產業才會跟著帶動 黃地產業如果帶動 那其他做水電的做幫忙的做冷氣的 那因為黃地產業帶動 他也會跟著帶動 但是他本身不會跑 他本身也是另外一個車廂 而兩個主要的火車頭產業 以我的觀察 剛好一個是國民黨最近的主張 叫做自由經濟示範區 另外一個是民進黨 從蔡英文選總統提出的主張 叫做綠燃產業 我去年加入福人社有辦了一個公聽會 李永德副市長有去列席 就是講這兩個主題 一個是自由貿易港區 一個是綠燃產業 本來請李永德副市長去當貴賓致 寫五分鐘 結果他一講講了三十分鐘 貴賓致三十分鐘 他發表了另外一篇專題演講 就講自由貿易港區跟綠燃產業 那個會後呢 我們有請兩個專家 還有一些業者在那邊討論說 喔 您這個富市長 講到比這個專家還跟老公 非常會講 所以呢 我在這裡齁 真的跟各位局處所長 還有有心從政走政務官路線的人推薦 你們如果要當官 要做局處所長 要做政務官 真的要學李永德 我跟你講他好在哪裡 他本身是政大政治系畢業 基金產業根本不是他的專長 他來高雄大概半年以後 我再去找他談 他對高雄的經濟就已經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後來每隔一段時間我聽他演講 都有新的內容 而對那個時局 對產業都相當了解 這兩個產業 一個是國民黨現在的主張 一個是民進黨主張 其實都有長期一貫性的主張 它的優勢在哪裡 國民黨 新的行政院長講 陳聰講 自由經濟示範區 你不要浪費 其實這是長期一貫的理念 都是 亞太運營中心 海空經貿城 自由經濟示範區 雖然換了一個口號 其實就是這樣 國用期有海港跟空港 你要讓你的海港跟空港 更有國際化更有競爭力 這樣而已 至於每一個行政首長上來 換一個口號 那大家都會這樣做 民進黨講的綠能產業 蔡英文去年在選總統的時候就公布 如果他當選總統 要在南部設立綠能營發中心 讓台南高雄屏東 成為綠能重要產業基地 提供高雄的子弟 不用到外面找工作 提供高雄的子弟 有比較好的就業機會 那綠能產業為什麼重要 因為是這個時代的潮流 石油煤礦會越來越少 但是風力電力水力太陽冷 也是未來的主流 那科技又是台灣的強項 所以台灣的強項跑到哪裡 那個地方就會發展 就好像當初半導體跑到新竹一樣 下一頁 所以我建議這兩個產業 高雄市要列為重要指標 這個是目前台灣的科技園區 我建議分工 新竹現在是半導體 台中是面板 那南部呢 這裡可以是利益人產業的聚落 這是民進黨十年政綱 蔡英文總統候選人提的主張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 而且要去做的 下一頁 但是跟市長報告 理念都很好 但是我們不是一般晃晃之輩 我們是行政單位跟議會 我們有預算 有人員實際在落實我們的理念 國民黨講那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我覺得講得很好 民進黨講的綠燃產業 我覺得真的是合理 也切中台灣的強項 但是跟市長報告 我們的經濟發展局的預算書裡面 管自由經濟示範區 就是自由貿易港區的產業服務科 我翻了一下 這本是經濟發展局預算書 有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 公共事業科 管綠燃產業 預算呢 只有一筆 那筆預算呢 三百多萬 一看就知道是消耗預算用的 因為就是 國用企業 林亞區的福德市場上面 找了中山大學幾個教授在那邊搞 每年呢 就固定把那些預算消耗掉 既沒產業政策 也沒就業人口 也沒有產值 什麼通通都沒有 每一年呢 市政府 經濟發局呢 把這個三百多萬的預算消耗掉 那我跟市長建議 台南市 經濟發局長 是以前經濟部 人員局的局長 我特別去要了一份 台南市的經濟發展局的預算書來 我昨天翻了一下 他的綠營產業的預算 非常多 而且呢 很多都是跟 誰出錢的 都是中央出錢的 他一大堆的預算 通通都是跟 寫中央 跟中央要經會來的 而我們經濟發局的 所有的預算 都是高雄市民邊前自己在裡面 所以 我具體建議 經濟發局的組織 要做調整 然後 他們的科長 其實 能夠當到科長 各個局處 都是專業人士 獨獨 軍發局不是 的原因就是 你沒有給他 實際的任務 譬如說 產業服務科的科長 我覺得他學歷也很優秀 台大經濟系畢業的 你就直接說 自由貿易工區 你付錢 場官學界 你三個月之內 提供相關的名單跟政策 預算要怎麼變 以後找學者來編預算 你給他三百萬預算 要叫他寫計畫 跟中央要三千萬來給我 可以替高雄市增加資源 我看王國彩局長就很會學預算 很多預算拿來 公車的預算為什麼很多都沒刪 都是中央出錢 我們經發局很少在寫這預算 我跟藍建商局長建議 好好參考一下 台南市經發局的 預算是怎麼編列的 因為政府不可以跟他說理念 你要將你的理念 落實到實際行動是看什麼 看預算 預算如果沒有變 很抱歉 公務人員就不會去做 因為就沒有這麼的業務 跟藍局長做建議 因為我們是議會的同事 其實你在那個議會的報告 我看過了 歷屆局長你報告的最好 但是要把實際的報告落實到行動 因為這預算 都是以前局長留下來的 你不能一屆超過一屆 因為時間有限 用書面回答就好 來 下一頁 過來說 氣候變遷政治群 為什麼要跟政治扯上關係 我手上有一本書 是明教授紀登斯寫的 紀登斯是第三條路的作者 是工黨 布萊爾跟美國總統 克林頓的國師 然後他寫的這本 氣候變遷政治學講的是什麼 氣候變遷很重要 但是他牽扯到嚴重的 國際政治跟國內政治角力 國際政治 美國跟中國是全世界排碳量 第一跟第二名的大國 但是他們兩個都不會簽 什麼進都議定書 所有的條約都不會跟你簽 簽進都議定書的國家時間到了 也賴皮說再拖個五年 國際政治 其實角力下的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 他有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就是說 來 下一頁 他有提出具體的建議就是 全球融化了 跟人類的活動了 科學界已經證明 有密切的關係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人類的義務 再過來呢 就是政府課稅 是重要的手段 你說碳排放 碳交易 碳中和 那些名詞 以它的看法 那個都很難實現 最具體的方式還是課稅 而且課稅 最好是中央來課稅 來 這是目前台灣的情形 台灣跟全球的情形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4.3公噸 台灣是12.1 高雄是21.3 是台灣的兩倍 然後是全球的五倍 來 下一頁 這是主要的國營事業在高雄的排碳量 來 下一頁 這是我建議的 我真的誠心建議 議會要通過 高雄市4月7日後變遷 調試費徵收自治條例 我看到這個條例 我原先其實是蠻反感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名稱 真是在規避碳稅 是在規避碳 怎麼不直接用碳稅或用碳費 後來 我再把相關的法令研究一下 那天去參加公聽會 我必須在這裡誇獎 李穆森局長 如果做局長 他實在叫做很能幹的局長 用心良苦 法律不是在保障好人 也不是在保障壞人 是在保障什麼 懂法律的人 我們是市政府跟市議會 只要我們的目標 是為了市民的權益 我們不是在開發營 只要不違法 我們就要支持 所以 他說這個 第一次 第一次 這兩次 事業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 只會收到108家的廠商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有六大因素 有什麼特特的 要說二氧化碳 因為你們去碳稅或碳費 你已經被打槍了 那些人都拿回來了 會去什麼 會把環保署漏過 是留給環保署面子 調適會 因為你們說碳 說碳 碳費 還是碳費 你就要經過什麼 財政部同意 財政部就可以把你伺掘 所以你說 事業氣候變遷 調適會 剛才規避這些中央相關的法令 所以 我去參加公聽會 學者 有講幾個 如果照這樣 是都沒有違反中央的法令 而且 也沒有法則 他不讓你被查 你也合法 差別 差別只有一個 就是 環保署 如果起摩壞 我署長說 這是我的管理 你不能幫我管 直接就跟你宣告違法 這樣你就要去視線 就變成是 中央跟地方的對抗 差別差別 環保署的態度 署長如果要給你叫 你就可以叫 署長如果要給你叫 就牽扯到法律問題 中央跟地方爭權 所以李局長你簡單回答一下 我時間有限 署長知不支持你 請答案 30秒就好了 也非常負責任說明 那天我去署長室支持 沒有反對 支持 謝謝 好 那中央環保署長支持 我希望議會也可以支持 這是 為到我們高雄市民的寬意 因為污染在這裡 繳稅在這裡 這是合理的 來 下一頁 再來講生命的部分 講一個高雄人共同的故事 來 下一頁 講天啊更是高雄人共同的故事 前幾天 議長 跟陳田茂前議長 頒獎給 1947年 228雄中智慧隊當年的 副隊長陳人碑 跟隊員林方仁 然後這個活動 我推動了三年 但是市政府跟市議會 有一件事都不敢告訴我 就是 這1947年的事情 歷史文獻 包括中央研究院 台原署的徐雪基教授 都沒去接到陳人碑 也沒去接到林方仁 根本 當年的高雄中學智慧隊 在公封的歷史文獻裡面是什麼 是民間的人士 帶領的高雄中學的學生 組雄中智慧隊 來對抗那時候的軍政府 但是呢 堅固他們當事人的描述 是什麼 是雄中棒球隊的學生 當年是全國冠軍 當228發生的時候 他拿起球棒 拿起槍桿 保護校園跟社區的安全 也不分族群 保護同胞的安全 結果呢 這個故事呢 我說呢 因為歷史文獻不是這樣 所以呢 大家要支持我都會怕 後來呢 我就去拜託呢 有一個人出來 然後許崑源議長 也大方的願意支持我 這兩位上呢 就是陳天卯 為什麼陳天卯出來 大家比較不怕呢 因為陳天卯呢 是林荒仁跟陳仁碑呢 六十五年 高雄中學的同班同學 下一頁 上一頁 那我覺得一個正義的社會 是在講什麼 就是 你這個社會 標局的價值是什麼 你這個社會 你把你的獎品 幫給誰 你把你的獎狀 幫給誰 當天呢 議長呢 頒這個獎狀呢 就是什麼 就是表揚 六十五年前 雄中智慧隊英勇的行為 就是 還他們公道 是小事 他們八十四歲 也不需要你還他公道 最主要是什麼 我們的社會 我們共同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講一個高雄人 共同的故事 共同的價值 然後 在這裡 也 請那個陳市長 是不是可以 為當年 228 雄中智慧隊 來方案 來定位 他們當年的行為 是學生自發性的行為 而不是 政府 而不是有民間人士的 帶學生 來緩政府的行為 請陳市長回答 市長請答案 謝謝 蕭議員 1947年 228事件 有很多 英勇的故事 我在這個過程之中 雄中智慧隊 他們英勇的行為 受到高度的肯定 這個大概不需要官方來肯定 但是今天透過蕭議員 包括我們前後任議長 大家共同的努力 讓歷史的真相 得以呈現 那對今天 當事人 還在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事實 歷史 政客可以創改 但是 歷史的真相 總是聽也更多下 謝謝 謝謝市長 有一個教授 中央研究院 台湾水的徐雪基教授 對高雄228的歷史相當了解 那之所以會有 部分寫錯的原因是 他當時候 沒有採訪到當事人 譬如說成人碑 林芳人 他沒有採訪到 沒有採訪到就是都聽人說的 聽人說就是 依據當時社會的環境 這些學生 就變成反政府的行為 下一頁 這是我到那個 陳田卯前議長家 拜訪他 這是我有生以來 第一次去拜訪 國民黨的大佬 他今年84歲 身體還很健康 而且 很多那個林亞區的旅長 都還到他家去 這個我去的時候 剛才都住到他 他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他聽我說這個故事 他覺得很差 你們想要做這個 什麼原因 我把什麼原因 也講給大家聽 下一頁 我真的跟各位講 我是議會大學訓練出來的 人家講 行千里路讀萬卷書 這兩點我都沒有做到 但是當議員 確實讓我有很多機會讀書 跟出國考察 這是我到日本澳汁系道 考察的相片 那是日本詩人芭蕉寫的一本書 叫澳汁系道 他走過的路線都變成是旅遊景點 我在澳汁系道上面看到了一幅相片 讓我很震驚 下一頁 就是日本的什麼呢 白虎隊 白虎隊寫的呢 都是十幾歲的年輕人 在幕府時代晚期 如何保衛他的家鄉 最後犧牲的故事 那時候我就很震撼 台灣都是犧牲的都在講 醫生、律師、議員、教授 怎麼會有人在紀念這種十幾歲的學生 下一頁 後來呢 我去參加市政府的228活動 然後碰到一些228的家屬 剛好我當議員有幸的坐在前面 坐在這個家屬呢 蔡王玉霞旁邊 我問她我可以替她做什麼 她就說他們家很有錢 他們小孩在美國買的黑面子 我不需要替她做什麼 我只要不要再把228 利用228炒作成政治事件 多鼓勵一些年輕人 來參加228 228是他們老爸的祭日 那是他們老爸死去的一日 你不要炒作成政治事件 後來我自己也深刻還醒 我有沒有這種心態呢 坦白說 我以前認識的228家屬 還真的很少 然後呢 幾乎講到228 都是拿來罵國民黨的 而不是拿來做什麼好事 所以 三年前 我許願 要替228做一點事 所以那時候在雄中前面 提出一個主張 公益和平228 從高雄中學智慧隊出發 那選擇高雄中學的原因是 全台灣只有高雄中學 是以年輕人做主體 在保護校園跟社區安全 然後跟我去的呢 還有228受難者家屬陳穆進 他的爸爸是當律師的 叫陳金人 還有一個叫黃吉志 他的主婦呢 是當議員 叫黃氏 下一頁 這是舞台劇 這是陳人碑 這是何聰明 這是天若光舞台劇的演員 下一頁 我去年8月30號 跟台灣戲劇表演家簽約 那時候簽約的時候 本來是希望李永德出來帶頭 然後坐一坐就好 我坐在旁邊看 因為我是講理念 跑腿的 我以前人生的經驗 因為我家裡經濟狀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記得我跟官錢最多 我這四人 不要超過五萬塊 不會超過 因為我的人力也不夠 但是呢 去年8月30號 我出一百萬 給台灣戲劇表演家 因為不給他錢 文化局要簽約 要訂場地 只要說一年前就訂了 所以我出一百萬 我受誰影響 受這個人影響 叫陳樹菊 為什麼會受他影響呢 他是在台東賣菜 結果得到美國時代雜誌評選 最有影響力的人 我們政治人物 議員選完了要選立委 立委選完 有機會選市長 就是要發揮影響力啊 為什麼這個人 只在台東賣菜 他會是全球時代有影響力 跟梅克爾同級呢 我後來想一想 只要心存善念 只要你做的事情是正當 無私去做 你會感染很多人 這就是影響力 他可能可以達到政治人物達不到的境界 所以我受他影響 花了一百萬 去支持台灣戲劇表演家 阿倫姆就跟我說了 空虎你出手又很大風 你的衣服如果不是議會送的 就是市政府送的 像我這種西裝家裡一件兩件 總共兩件 比較穿這兩件 我很少在買衣服 我的車子呢 十五萬一台 開了六年了還在開 但是呢 為了一個舞台劇呢 我出一百萬 原因就是什麼 原因就是 有意義 我希望呢 這兩年呢 是我們政治人物呢 做有意義 最好的時間 昨年齁 八月三十號簽約 我都不敢說 還發生什麼事件呢 發生夢想家事件 那時候在選總統跟選立委 台北發生夢想家事件 有人叫我出來開記者會 我要開 我告訴我 這不能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舞台劇 是要講一個 台灣人共同的故事 是要推動一個和平運動 你如果拿來開 大家動作什麼 動作選舉 造勢活動 你就消用大衛 你自己構成的需要 出一個一百萬就很多 炒作成政治事件 所以那時候我也沒開 一直到現在 這個會期 3月27號 市長在這邊接受質詢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講 為什麼放一年都不要說 最近突然說 因為最近要開始賣票 所以要拿出來講 在7月20號 上首輪第一場 二十二一二要演四場 在這裡感謝議長 出三十萬買票 也感謝康鈺成議員出十萬 黃柏林議員出十萬 我代表主辦單位 台灣戲劇表演家 感謝你們的慷慨 政治人物靠選票 戲劇表演家劇團成不成功靠什麼 好不錯齁 好休息 二十分鐘啦齁 十點半繼續開會齁 謝謝大家